有线电视的见证即将产生革命线的改变 为了让消费者能有更多的收视选择 NCC推动有线电视垮区经营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旗下的西海岸有线电视 在首批参与审查的业者当中率先通过 已经取得筹设许可 它必须要以全数位化来建制 第二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在相关的建制里头 无论网络要稳当 那相关的康田的部分的规划 还有客服的处理 还有相关的财务的规划等等 在整个省理的部分多算允淡 我们应该是有机会成为 全台湾第一个提供光纤入户 大规模提供这样服务的一个系统业者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客户服的部分 会提供24小时的客服 以及24小时的网管维运 集团董事长廖子诚表示 这几年积极发展高画质数位节目 并且推广大频宽的光纤上网 因此得到NCC肯定 目前取得许可 已经可以进行跨区布线 为更多收视户提供服务 等到它建制达到超过它百分之三十 它新增的营业区的百分之三十 它就可以来跟本会申请查验 那查验通过之后 它就可以来请领所谓的特许执照 营运的特许执照 领到特许执照之后 它才可以正式开播营运 那希望可以在三个月以内 完成台中市八个区的 这个光纤网路的建制 然后达到30%以上的 行政户数的覆盖 然后就可以来 在年底前就可以提供 这样的一个数位化的 光纤入户的服务 公司表示 原本的经营范围 只有在台中海线 目前已经可以跨足台中市区 预计只要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遍布百分之三十的范围 最快在下半年度 就可以提供全台中市高画质的数位服务 记者洪嘉宏 台北采访到